所以等於是你們會發現 現在好像在很多地方其實都有免費的WiFi 也就是說你現在也不見得手機一定要吃到飽 有沒有 現在不一定要吃到飽 那但是問題上網怎麼辦 你會發現現在很多熱點都是免費的 但是好像感覺在那個 就是車站附近好像比較容易連得上 可是如果你離開車站附近好像就比較會是問題 但看起來其實是還蠻多的 那所以呢如果想要知道相關訊息的話 這個其實在開放資料裡面有提供 那我這邊點點擊開來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呢它提供了 一樣就是有CSV的格式 另外的話也有JSON格式 那當然呢我就很好奇 我想說這把資料全部抓下來 那應該 同樣的方法嘛 然後它的 藍位名稱總共有1個2個3個4個5個6個 那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它這個應該是ID 它的那個站的ID 然後應該這個怎麼 它這個 這個在哪放在哪邊吧 是一個在這個放置的場所還是什麼的吧 然後它的名稱Name 然後它的這個應該是ADDS吧 然後這應該是經緯度吧 Latitude Longitude 然後呢 可是喔 跟各位講一下 我測試的結果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呢 這個Name有沒有 因為這個Name 它在VBA裡面 它實際上就是已經是一個屬性名稱了 然後呢 它的名稱又叫做Name 所以喔 我發現有一個地方卡住 就是我同樣的方法 假設我用之前的方式抓資料 然後其實我也沒改動什麼 我就把原來程式把它拿來 然後當範本 然後就改成叫 Json底線Wi-Fi 然後把Wi-Fi的網址 就是那個Json的網址貼過來 就是它提供的吧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欄位名稱 總共有幾個欄位 總共有五個欄 應該是六個欄位 那我就把這些資料 通通都建欄位之後 那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呢 底下也是用那個 所謂的什麼 這個 我們的 後面的那個 有沒有 它的Key的名稱放在物件後面 就可以取得裡面的Value 大家沒問題 不過我這個地方是用什麼 用那個 用HTMLFile物件 不是用那個 就是剛剛講的第一個方法 是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的話 那我就Run了一下 我發現喔 它在這個地方 它就會出問題 那為什麼出問題 就我剛剛講的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理論上 它會跑 但是跑到哪邊呢 我幫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呢 這邊會出現有一個 執行階段錯誤 438 那這個438的話 它出現錯誤訊 是 物件 增錯一下 不支援 此屬性或方法 所以你可能再 增錯一下 那它會出現在哪邊的錯誤 這個的錯誤 那指的是什麼 物件指的是這個物件 然後呢 不支援 屬性或 意思說這個物件裡面 並沒有這個屬性或方法 它不知道點內是什麼東西 那怪了 我 底下不是有個 製成物件嗎 那我只是把這個 內裡面的資料 抓回來 它就 所以呢 理論上 這個地方應該是個衝突 就是說因為這個名稱 它會誤以為說 這個就是一個屬性 因為點內實在是太常被 當成是一個屬性 取得那個東西的名稱 OK 但是 它又 又 抓不到 所以會造成這個錯誤 那怎麼辦 所以喔 當然如果你把這一行 註解掉的話 應該就會 就可以了 只是說你會發現 它就抓不到內 它可能就是地幾籃 C籃的地方有沒有 它就會變成空白 所以跑完之後 C 裡面就沒東西 抓不到 OK 但是如果說你一定要抓的話 那這個地方 就很麻煩了 怎麼辦 所以後來喔 以後如果你遇到類似像這種狀況 怎麼做 後來我就是 查了很多種方法 終於找到有一個方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喔 不過我真的也花了蠻多力氣的 而且 其實真的討論到的也不多 那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我就想到 以前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如果我要抓什麼 我要抓某個物件裡面的資料的時候 在VBA有另外一個方法 哪個方法 你打一個VBA 點 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方法叫做 Call Call by Value 叫什麼 我記得好像叫Call Call by Name OK喔 對 那我記得它叫Call 呼叫嘛 呼叫哪個物件 那我用它的名稱 所以我可以用什麼 Call by Name 也就是我不要用什麼物件點的這種方法去敘述 我換成另外一個 VBA裡面提供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叫Call by Name 當然如果你假設不會用的話也沒關係啦 我講過嘛 這個方法不會用 你油壓放上去按F1 看一下它有沒有什麼說明 有沒有 Call by Name函數 這個方法喔 然後它傳什麼東西呢 它一定要傳一個物件 那沒問題 然後呢 傳它的第二個參數的話 就是它的屬性或方法 比如說 這個應該指的是那個Name的名稱啦 因為會衝突 我們就用這個方式去傳 那最後的話呢 還要給什麼呢 給Call Type Call Type的話呢 就是你要得到什麼東西的一個語法 那你說這個長數後面沒講 那我怎麼知道給什麼 那理論上呢 你如果有些看不懂的話 你可以捲動到下面 它通常會有範例 範例的話呢 後面會告訴你說 欸有沒有發現 這邊它的形態有沒有 它這邊會多一個叫VBGET 那GET的話 意思是說 取得 意思是說 取得裡面 那個 的資料的話 有沒有 所以喔 我只要 根據Name的這個key 我要抓到後面的value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給第三個參數 就是VBGET 所以基本上我大概知道 Call By Name 先給一個物件 再給一個那個有沒有 它後面的那個 其實應該是key 然後再給一個叫VBGET 欸 我用這個方法試試看 後來發現喔 能不能成功呢 其實喔 我本來不確定 不過後來發現呢 這個方法 似乎是行得通 那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喔 所以剛剛那個錯誤對不對 那我改一下 第一個給物件嘛 那沒問題 第二個給名稱 所以逗點 後面那個名稱 不過記得喔 那個名稱一定要是文字 而且那個文字名稱的話 你們可能要確定一下 就是在 什麼 在 這個 它這個什麼 台灣這邊 它的名稱好像是大寫 所以你可以點擊 點開來看喔 它的 這個key value 好像也就是 我看一下 這個name有沒有 是大寫的喔 所以乾脆直接複製好了 那特別注意喔 Jason它是區分大小寫的喔 所以你不能給 給那個 前面大寫後面小 或者給小寫 那不行喔 所以這邊記得喔 把那個東西放這裡 就是它的key 所以喔 這個指的是Jason 整個當一個物件 那這個就是它的key 然後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取得它的value 所以你 其實它 要做什麼事情喔 你豆點的話 它有一個 可以讓你選的耶 那如果你要抓裡面的資料 就get 那如果你要放資料的話 就get ok 或者是這邊應該set是修改啦 這個 我不知道確定什麼 反正至少我知道get 取得好了 ok 好 那剛剛那個問題喔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剛剛喔 因為 點面造成衝突 那現在如果換一個vba裡面的call by value 會不會成功 跟各位講喔 最後這個vba點字是可以拿掉的 因為不加也沒關係 那加的好處是說喔 因為我常常 不太喜歡去特別記那些函數名稱 我通常是記開頭的 我大概知道call by什麼名稱 那我沒有記那麼 沒關係 我可以打個vba點 它就會跳出來給我選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保證不會錯 ok齁 當然你最後如果你不想要出現 沒關係你把它delete掉也ok了齁 那最後關鍵來了 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那一樣喔 我先把那個 資料先清空好了 那一樣去抓資料 抓資料完之後呢 一樣把它變成一個json的物件 然後去取得它底下的key 裡面的資料 丟到儲存格裡面喔 那剛剛是這一行卡住 因為後面的點面跟vba的名稱屬性衝突 所以呢我們就直接換個方法 叫call by name有沒有 把物件跟它的後面的key 跟方法要抓的資料齁 然後丟回來看看會不會成功 那現在的話呢齁 我還沒執行 所以按F8 那理論上如果你不確定的那一行 對不對齁 我的習慣會先設一個中斷點 不然的話你又錯了 你錯在哪裡 對跟錯 你至少要讓我知道對錯在哪裡吧 對齁 如果你對的就過了 如果你不對會卡住 那再修改 所以我習慣是 設一個中斷點 停下來之後再按F8 讓它跑一次看看會不會過 欸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剛剛的錯誤訊息就不再發生了 那取而代之的真的就把那個name 給取出來了 喔所以齁 那個Wi-Fi的熱點就剛好在這個位置啦 叫什麼中央聯合辦公大輪難動 所以它這個 那這個就過了齁 所以底下應該就OK 所以底下全部 剛剛這個底下都沒問題 那所以如果這個OK的話 那我把中斷點拿掉 然後讓它全部跑完 OK 那大概也不用太多的時間 就可以把全省的那個Wi-Fi熱點齁 通通都取回來了 OK 就在這邊 那甚至後面有經緯度啦 那經緯度喔 那經緯度喔 其實你還可以再結合那個什麼 3D 3D地圖 有沒有 然後就可以把 這全台灣的那個 經緯度通通匯入進去 然後它就會幫你把那個 Wi-Fi熱點打個地標放在上面 那你就可以知道喔 全台灣哪邊 有那個Wi-Fi熱點 那就會很清楚了 不過這個資料應該蠻多的 我看Ctrl向下 1.03 那-1 1.02 等於是有這麼多Wi-Fi熱點 那當然這個是可以把它圖像化的啦 甚至你可以分析說哪邊是最多的等等的 OK齁 好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所以 最關鍵的地方齁 在這個程式我其實我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在雲端白板上面找到 這個底下 這邊啦齁 那這個是改過的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 原來的狀態齁 就是這樣子 原來是 本來是寫這樣啦 點內嘛齁 然後後面的話就不是這樣 那我把它改成錯誤的 那正確的話我也會貼到底下好了 不然的話你們改改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方法我覺得還蠻值得稍微記一下 因為將來 假如說 有一些物件裡面的屬性或方法 屬性資料齁 你會有 出錯的狀況呢 那你就可以換個方法 叫call by name 的方法 然後給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那個物件 第二個參數就是它的哪一個 屬性 或者是說在json裡面就是它的 ID 就是它的key 然後 後面 逗點就是你要抓裡面的資料就vbget 然後它就會幫你把資料給抓回來 這個部分請各位 試試看齁齁齁齁齁齁齁